9月10日是教師節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舉行2020教師發展日 活動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目里賓生主教以及多位嘉賓出席 因為疫情關係 當日除了現場參與的老師外 亦有越華中學、聖保祿學校、聖羅沙女子中學中文部 以及化地碼聖母女子學校四所學校同步直播 今次活動主題為接納包容和諧共用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會長周伯輝神父志歡迎辭士表示 天主教辦學的宗旨是在基督的光照下 引導學生在成長時期 於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、靈、陸育中培育出健全的人性 他亦感謝各位老師長期為本澳教育工作無私奉獻 因為老師們關愛學生的精神是我們校法的榜樣 當日亦是世界防止自殺日 李主教特別以早前發表的走出去尋找疏遠的人民高 勸勉各人要關懷論人 尊重並保護任何階段的生命 活動除了向45位分別在澳門天主教學校服務25、30、35、40 以及45年的老師頒發家許障礙 亦邀請到香港資深輔導心理學家郭善恆小姐 以及豹斯高青年服務網絡愛家添義工家長羅連達女士 就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分享相關處理手法以及家教合作的經驗 當日亦先後有聯校教師表演歌詠 以及學生講故事環節 活動最後由李主教向在場所有老師進行派遣禮 並降伏全場出席人士後結束